我们看看这个Holy Saturday, 这个星期六被上帝弃绝 罪恶死亡的权势, 胜利, 统治天地 神指耶稣无力地 牺牲了自己, Surrender, 投降 躺在坟墓里面, 躺平在坟墓里面 这个是不是只是在第一世纪发生过的一件历史的事情? 你看看二十世纪的三件大事 二次世界大战, 六百万人大人被屠杀 跟着在二战结束的时候, 在广岛长期投下了原子弹 数以十万计的无辜的平民 在核辅射底下 死亡 或者厌上出身 然后是赤尔·罗贝尔核电站 1986年 出现爆炸 福祉外洩 以至 整个的生态环境受到会 长久长久的污染 不知多少千年才能够恢复 你从人类历史的发展里面来谈 这个是一个或时代的意义 尤其是对比十八世纪, 十九世纪 文艺复兴的时候, 科技革命的时候 那时候曾经人类有个无限的 自信 觉得不需要上帝 我们能够通过 科技的不断进步 人类理性思考的不断的发展 我们能够剃造一个美好的 安稳的 和平的 繁盛的 未来 人类可以自己主宰自己的世界 我们可以 是不需要依靠上帝 我们已经来到一个所谓 及灵的世界 Coming Average 这个世界是不需要上帝的 我们可以自己解决一些问题 而二十世纪这三年线 告诉我们 不是这样 科技可以带来 幸福也可以带来巨大的灾难 人类的贪婪 野心 一个 高傲 视他人于分土 是可以带来 巨大的灾难 种族的屠杀 基于宗教的迫害 无日无知 所以Alan Lewis 说 我们的教会 对于末世 往往是有一些错误的想法 有一些错误的教育 以为 会有一个 世界逐步改善 然后耶稣来到 就是 有一个 带来一个大同的世界 那么 耶稣最终来到 是会带来公义的审判 带来世界 伸天伸地 这是对的 但是 在去到这一步之前 没有人承诺过 这个世界是会 逐渐变好 没有人承诺过 这个世界是 不会有巨大难以想象的灾难发生的 没有人承诺过 这个世界 是不会被战争 饥荒 疾病 罪恶 是幻塑的 没有人承诺过 以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事情 两次的世界大战 长期的 美苏的冷战 然后很多人 人类活在独裁的统治下 然后 战争 饥荒 瘟疫 其实仍然是不停的发生的 并且 种族的仇杀 宗教的迫害 是不停的发生的 业环境的灾难 人类对环境无止境的剥削 乃至到对核能源的追求 核武器的追求 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的威胁 可以将地球毁灭几十次 几百次 这些 都是假借着 人类的进步发展 的名义 是出现的 所以Alan Lewis 说 不要有一个幻想 就是说 这一个 这个世界 只会逐渐美好 明天一定这么好 不一定 上帝并没有 责任 义务 去阻止人类 基于愚昧 基于 创互运用的自由意志 而制造各种的杀龙 毁灭 甚至是集体的灭亡 不过 不过 復活节的讯息 告诉我们 基督復活的大能 是战胜了 罪恶和死亡的权势 所以 哪怕人类犯错 哪怕二十世纪 我们经历了两次的世界大战 我们经历了 所不可 想象的 核福社 降散 但是 耶稣基督 是世界的主 不会改变 耶稣基督正在来临 并且会更新天地万能 创造新天新地 这个不会改变 耶稣基督对人的爱 对不去拯救 愿意接受他拯救的人 他那个爱 是 无可格传 这个不会改变 Ellen Lewis说 我们要这样的理解 布置的讯息 基于一个这样的理解 我们对于现在这个分乱的 充满荒谬的 战争残酷 的世界 我们怎样理解呢 我们怎样面对呢 Ellen Lewis提出了三点 很简洁 但有力 的建议 是基于对 Holy Saturday的思考 对死亡 对终极的思考 所得出来的 三点的 看法 第一点呢 The Ethics of Seminarity 就是说 一视同仁的 的伦理 是什么意思呢 基督写身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进入了这个 坟墓 下到阴间 是无分犹太人 或是希腊人 无分受割礼 与未受割礼 无分种族 膚色 无分政治立场 无分地缘背景 所以不论是黄的 大陆的 香港的 不论是黑人 是白人 耶稣基督都为他死 为他钉十字架 为他躺平在坟墓里面 为他复活 带来拯救 的希望 所以我们如果 可以看测耶稣基督的心肠 我们与基督同死 同埋葬 同复活 那么 我们就不可以再搞 区别对待 我们就不可以再去歧视 再去区分 这些是自己人 那些不是自己人 这些是跟我 思想立场相近的 这些是我 我真正的同胞 这些是我教会里面的 那些不是 我们不可以这么看 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是废掉冤寿 是拆去了中间的墙 是神和人之间的墙 人和人之间的墙 被他拆开了 被他废除了 所以我们不可以再把墙在那里 不可以再人为地去维持着这些墙 去维持着种族的宗教的 性别的 社会阶级的 乃至到 民族的 政治立场上面的 各种的区别 各种的敌我分明 各种的阵营对类 真正 体会到基督十字架的人 是不可以这样做的